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这个温文老师信誓旦旦的说天天来 实际情况是天天不来 关键今天来了 包还在这呢 是啊 我还等他呢 结果最后得到确认是还是赶不回来 然后呢 咱们这个我跟温文老师 我们两个人啊 依然在这现丑 呃 这个这两天的评论 我回去又翻了翻 看了看 然后呢 这个今天温文老师也没在 温文老师呢 恐怕工作今天比昨天可能轻松一些 咱们就多聊两句 看完这个评论之后啊 我脑子里突然间显现出来一个电视剧的长久 今天早上在VIP直播里面 我已经把这一段放了啊 是大腕 李承卢的那一场对白 这种物业多少钱一平米 自己绽放着 怎么也得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四千美金起 就是自圆自画那种感觉 哇 觉得真是真是 这个他适合说单口 像我不行 我只能说跟波尔老师啊 跟波尔老师我们说一个对口向上 甚至于清口向上哈 这个单口来不了啊 单口来不了 不容易啊 单口你看我做直播的时候我经常 哎呀 这个想把气氛弄起来弄好 但是人家自己问一句自己答一句来回的 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挺好啊 这个恭喜这位朋友有喜剧天才 这个继续坚持啊 继续坚持 没有你的话 我们这个视频不会火的 在此呢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 这个继续坚持继续坚持啊 这个精神可见啊 是不是 你要是做交易的话 你要是挣钱了 你是不是没工程挣这些 你就在家数钱呢 是吧 今天赚一万 今天赚两万 你说你在家数钱 好像还数不过来 这个有闲心弄这个事 我估计他老婆也得输了 你没事干了啊 大晚上不睡觉 你别一本正经的 我们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没有没有我也看 大家出来以后 除了骂你的 除了骂骂你的 然后也有问咱俩 就是讲话 没讲到终点上面的 比如说昨天 我看有朋友说 我们讲的那个 到底没讲出来 昨天为什么下低了市场 其实咱俩讲了 实际上还是老生长谈 我们自始至终 也在强调着这个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川普政策的不确定性 他实行任何政策 今天早上我做VIP的时候 我要说了 这个加州啊 这个庇护州 呃 他的政策 这个在加州不灵啊 不问身份 不问社会 不问哪 从哪来 如何如何 不问啊 这是一个 我听到的一个消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呃 好像是教师基金 和退休基金 他们投资了一些 搞建筑的行业 那么这两个基金呢 说了 如果 哪家公司参与 川普的 这个 修墙 修墙的这个竞标 或者说是 从这个 工程当中挣钱 他们将 撤资 嗯 达到一个3000亿 一个2000亿 零头我不记得了 反正我印象的时候 一个3000亿 一个2000亿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 明确的态度 非常明确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 川普先生的那些政策 想实行下去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 一改也是 我今天写这个 分析师 文章的时候 我也写了 我看到 川普跟这个 这个黑人什么什么 什么联盟组织啊 然后说这个要价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债王啊 然后又说了 他这个政策问题 我说哎 万一要是这个 一改法案 没通过的话 可能生物制药类的行业 可能会迎来一波抗球 因为前期被打压 总是在底下嫩着 万一没通过呢 生物制药 可能会联手欢呼 哗的起来 这是一个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呢 也是咱们说的 这个美元货币政策 流动性的问题 加息 加息 你说加息一次市场不疼不痒的 我还把那天冲2390 现在形容成回光返照 你后面再加四次 你说银行会把钱放在哪 对吧 你他很稳定的去挣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当中呢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 也是多次提及了 只是说呢 这个导火索可能已经埋伏了很久 只是在昨天啊 这个不知道哪个市场 哪根筋就搭错了地方 直接就表现出来了 所以说呢 呃 如果经常看我们美股风华节目的朋友呢 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啊 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总而言之呢 咱们注重的是操作啊 注重的是操作 呃 大家如何保持本金的安全 如何在下跌式当中还能赚到钱 这个呢 是我们要呃 首要任务啊 说别的都是瞎扯淡 啊 这个谁的政策啊 这那那这 都是这些东西都影响不了咱们账面的这个 本金的增加与减少啊 最重要的还是操作问题 行了 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啊 这个这个节目当务时间也不长 不不不短了啊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这个下来下一个环节 不让老师介绍一下盘面 行 今天呢 三大指数呃 没有延续了昨天的那种暴跌 纳斯达克今天的整个板块 科技类的板块涨得最好 所以说纳斯达克今天是涨了百分之零点四八 那标普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弹 只有道琼斯比较弱 道琼斯今天下弱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呃 继续是延续着昨天整个呃 金融类的板块再次做一个领跌的动作 那么高盛作为金融类的权中股今天是跌了一度跌了超过百分之一 最后收盘好像涨出了跌了百分之零点七几 那高盛的一个下跌是让金融板块继续走弱 然后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耐克 耐克是公布的业绩业绩不怎么样 然后盘后一下 昨天盘后就开始一个暴跌 到了今天持续性的一个下跌 跌了将近百分之六的一个跌幅 而这两个是把道琼斯今天比较疲软的原因 好 呃其实昨天我们在做收盘的时候 我和李小老师我们提到过昨天为什么市场会会有一个大跌 提了吗 提了 你忘了我说就是26个人应该负全责的那个对那文章 因为那川普的这个 呃要更改奥巴马一改的这个政策 他是需要先投票的 大家能不能通过 嗯 现在是有昨天是有26个人不同意 因为昨天上午是17个人不同意 嗯到收盘的时候到当天结束的时候变成26个人了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 共和党现在只能承受21个反对的名额 嗯 现在超超过了21个反对的名额的时候 那这个法案他会过不了 法案过不了的话 这是第一步 这是商人以来的第一步 如果第一步都做不了的话 你的第二步税改怎么办 第三步基建怎么做 这个市场是怀疑川普的预期无法达到一个效果的 对 这个是呃 一个导致市场暴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然后呢有朋友说让我们多说一下 应该关注一下美元的一个走法 那美元的这个走势 他这种状态已经不是现在可以去评论了评论的了的了 因为政策的一个左向性 你根本就无法预期 美联储美联储是一个明确性的一个紧缩 让美元组长的一个政策 但是美国的财政部具体什么样的政策 嗯 一个是这个monetary policy 一个是physical policy 政策政策要怎么选 现在是待定的呃皮软美元的政策 我相信将会是接下来美国政府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首先呃 这个制造业回流 制造业回流之后 他还用了美国的人力劳力各种东西 回的来吗 呵呵 现在看起来还是是在回的 这些像福特啊都表态了 我们要建厂之类的 首先这些资本 我们且这样说资本这些卖的出去 这就是问题嘛 他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对成本变得很高了 所以他一定要抬高价格 那你抬高价格的同时 你的这个美元在强硬 那谁和你去做生意啊 没有人和你去做生意的 所以批软美元的政策 也许会是美国政府想要想要的一种状态 那不知道是不是耶伦 觉得挺坏的 你让我18年下台 好我给你爬留一个乱摊子 这个我们难以去说 但是像美元的走势 听有点问题 我们以这个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 女人心海底针呢 你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个是美元的图形 我用的UUP来做一个代替 那这很显然 这是一个头肩顶 这是千万不要让这个头肩顶形成 如果头肩顶形成的话 那这个美元就是一个向下的一个破位的走势 不期待 但是一旦走出的话 你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谁能去判断一些是涨是跌的这种状态 很难说的 所以我们要观望一下 那今天的市场出现了一个 像刚才的这个刀指啊等等 都是十字星的一个状态 那我还是我的观点 明天的市场的走势 将取决于这个政策的一个能否投票通过 如果投票通过不了的话 我们还将迎来市场的一个下跌 对于生物科技来说 我认为无论投票过与不过都要跌 是吗 因为我是这样感觉的 因为川普今天包括和这个黑人的这个联盟的讲话 就是说 要价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把要价 要品价格拉下来 那你生物科技跑不了 这是这一个 然后呢 共和党之所以去否认他的这个提案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我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premium要变高 会在未来两年之内 升降上升15%到20% 反而还让人家多付钱了 这个没有道理 那大家都多付钱了 你还让人家生物科技去降价 有什么用 到底是谁赚便宜了 那肯定是说政府 这个老百姓多掏钱 多掏15% 然后要价那边降一降 然后再搁的口袋 这种东西 它可能就是左积极右积极 然后把这个钱先收上来 美国的财政赤字很严重了 已经非常严重了 对 所以这个政府是很缺钱的 所谓的打一些贸易战 或者说是让美元再度走强 我感觉是有点困难了 但是我们又不能更改 美联储要加息的事实 现在讲各个联储主席的讲话 都非常的赢派 市场没有接受好 还是挺害怕的 是 我看Jayson老师 今天日内做了几笔单子 我就把昨天布鲁给卖了 布鲁今天早上88块05分 给他昨天的单子打出去了 昨天是84块8 85块8买的两仓 今天早晨88块05分 都清掉 都清掉 然后因为我上面还有一仓 可能89块多 然后通过昨天抄底 然后今天早晨把它卖出去的话 把成本降到了84块 降到84块 目的还是 你看我阿里巴巴 还有XLNX这两个票 我都清掉了 因为我觉得它走势 虽然是不错 但是不强 但是YY和布鲁的话 我看它的图形就走得特别强 所以我想保持这仓位 想保持这仓位的话 我就得利用市场波动 低位 昨天YY当时就一天就出去了 一块二就走了 但是不录的话 昨天第一波反弹没想着 那么后面的话又进了两仓 今天早晨的话 被他两仓清了 目的还是说保留一仓 然后看大盘基本的话 看看是不是能够重拾强势 再次拉升 这个时候我昨天开仓了VRX 我做了一个Bull Put Spread 就是看涨卖到了10块5 然后今天一度跌破了10块5 这个卖了个Put 后来我一看 我看明天的这个行情 有点困难 所以我就期前的就止损掉了 亏了150块钱 我把VRX了了 我也了了一个心事 那我这个时候还做了一个 IBB的这个Bear Call 向上卖到305 就明天过于不过 我再给他一个周的时间 他也涨不过305 所以IBB的这个盈利 正好就覆盖住了VRX这边的亏损 然后这边呢就怼住了 然后我现在 这边还有一个QQQ的仓位 所以明天再拿一下 这一单呢QQQ呢 我的想法是 如果明天市场还走出大阳线的话 或者怎么样的话 先撤出来 我先撤出来 等会再说 要不然期权有损耗 下跌的时候 重新再进行好 我仍然关注标普2330的这个点位 今天差一点 对 2330啊 2330 这是第一下 第一下2330 然后再往下就是2300 是我的一个心理想法 对 就差一点的 今天 我觉得2300 如果在30分钟级别当中 反弹无力的话 再次下探 那恐怕就是2300这个价格周心了 就得讲前期的这个平台顶2300这个突破之后 这平台 然后2300可能会瞬间的再下破一点 因为我看周线的那20周均线应该还不错 应该是那个位置 今天我们用这个时间周期这样子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话 正好到了一个新的6月份的一个时间周期的点 6个月的周期点 比如往常是在一定要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有一个回落 一到这会有回落 在这个地方都是有回落 这一次也到了这个点了 到了这个周期 我们要看一下是否会有回落 那还是很多朋友问说市场很安全 还是应该继续往上支持上涨 这个怎么说技术形态上也许看起来真的是这样的 可是从基本面上的角度来看市场就是过高 这是一个无需争议的话题 现在的市场是自2000年以来市场最为高估的一个市场 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你可以做到稳定的上扬 不建立在优良的基本面的基础下 目前的这个市场的基本面就是有问题 就是固执 我们就行 固执就是过高 所以就是某时某刻的某一个点一定会出现一个回落 然后并且连续性的下措 当市场的股价重新和PE的Ratial 当做一个粘合的时候 你再说稳定上涨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而且2300点的时候我也会去 我觉得我自己会去积极做多 我只是想看一个市场 这个不要那么疯狂 别太积极了 对太积极了 不是我是说到2300点的时候 积极做多可以 但是别太积极了 对我是已经会就是有一个想法了 不再期待那样的一个暴跌了 2300点 我已经让了很多了已经 行了我在这边我再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这次老师还有什么钥匙 没有了 我现在就是下跌的时候 我就找那种原来的强势图 然后暴跌着 我就在那标着 我就像在那个狙击手那种感觉 然后瞄着 一旦出现那个止跌起稳迹象 我就经常强反弹 这就是总体的一种盘面 因为下跌式的话肯定你不能持股了 除非你做空 所以说如果下跌式当中想强反弹的话 就是得温准狠 打完了就跑 不犹豫 必须得这样 这种节奏的话 跟2390点或者2400点之前就不一样了 之前可能就吃骨等着吃骨等着 现在的节奏就是看着下跌 只跌了进去抢一口走 选择标的物的话 在昨天文章当中也写了 第一就是在没有消息影响下的暴跌 第二是必须是前期的强势骨 然后在这种盘中 有止跌信号的时候 再进去抢 我觉得这样的话 短平快 然后抢完就走 如果下跌式的话 这种操作的思路和节奏就得转变过来 这个是高盛的走势图 高盛今天已经跌破了 但是破位以后来了一根十字星 有点挺诱惑人的在这个地方 高盛金融板块 作为此一轮上涨行情当中最亮眼的股票 高盛是带着他们涨的 涨的是最高的一个股票 现在回调的也不算最猛 美国银行回调的最猛 我还是期待 整个的银行类的板块 还会有一个下挫 今天原油 原油早晨的库存数据 多了500万桶将近 又是一个新高的一个行情 他们谁负责数 天天记录可能 然后500万 就是原油短线下跌 跌下来之后怕迅速反弹 然后到原来是能源板块领跌市场 后来已经变成到第二了 到第三了 所以原油的走势 还是很受消息的影响 我们短线还是稍微离得远一点 离得远一点怎么样都比较好一点 对 受消息影响的东西就远离 我觉得最稳妥 最稳妥 因为你没法保证这个消息对你的投资就是有利的 对吧 你没法弄 所以说既然没法弄的话 那就尽管远之 等有了尘埃落定 有了结果再进去抢一口 也未尝不可 对 另外明天叶伦还有讲话 我们再关注一下 一个投票 一个叶伦讲话 对市场的一个贡献 什么样子 你人心 不知道他又要讲什么 肯定还是那些一套话 但是我就怕一套话 然后市场的理解不一样 就相同的反应 这是很正常的 对 实际就是这种问题 就是你这消息出来 同样的消息 咱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找到 同样的消息 比如说什么原油库存增加 对 或者说这市场给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完全就像2390的加息这种感觉 这市场给的完全不一样 什么前面N年的调查 都是第三次加息 就怎么怎么着 第三次 那这次第三次加息就来个回光法 就涨了一天 所以说 任何的消息 我个人更关注的 是市场的解读和反应 市场有反应了 你再按照市场的反应去做 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 比较主观的上来就先判断 先先划对错 有了这种判断之后 就开始下注 那就跟赌一样 所以我觉得尊重市场 最好 最简单 那这个什么下一个环节 就是咱们 这是什么东西 都一样 可能就是剂量不一样 剂量不一样 包装不一样 可能是我们Chinese CBD oil 网站上线了 如果工作压力大 睡眠不好的朋友 可以上网了解一下相关的产品 那么这一类的产品的话 现在我听就是耳熏木然 也没有深入的 这什么 有这种CBD咖啡 有这种CBD的食品 还有CBD的烟 电子烟 方方面面的 总而言之 是有安沉作用 但是它不具备毒性和上瘾性 这一点的话 大家放心 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 说的这个产品用后之后 反应怎么样 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加沃连老师的微信 沃连王2016 可以深入的沟通 问一份CBD相关的一些信息 和沃连老师也服用了 我们单位的有一个老同志 也服用这个产品 也服用这个产品 说有感觉好像是说 有感觉 睡眠好 精神足 这是总体感觉 所以 而且好像不同产品 也有不同的用法 效果也不一样 他们说吃这胶囊 别直接咽一下 搁在嘴里头 把它咬破了 搁在舌头底下 可能就跟滴液 没什么区别 方便一点 拿上一个就搅了 所以说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欢迎大家加沃连老师的微信 好吧 那咱们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就到这儿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